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辅料有大葱 调料有干辣椒 花椒 米醋 香油 酱油等 首先我们先做腊炒肉 腊炒肉选的是羊后腿肉 有肥有瘦 而且还有点筋不吃的嘴里头 等会儿 今天第一个是学炒 炒是用的羊后腿肉 今天就是我们都要做羊肉 所以两种不同的一个炒一个豹都用羊肉 那么区号师傅待会儿就会告诉我们 分别选羊的什么地方的肉 和它这个技法当中的一些窍门 对吧 这个我们做这腊炒用的后腿有肥瘦相间 里头你看还有点小筋膜 这样吃嘴里的很有嚼头 要的是这种感觉 而一会儿我们要做葱爆的爆 那么就是什么要嫩的了 吃嘴里要很滑嫩 那么做完之后一定要马上给它腌制 腌制我们先放点什么呀 放点孜然粉 先放点孜然 孜然粉 你看没有 然后太干了 我们配点什么料酒 是吧 同时也要取腥 关键要这个 咸味来自于生抽 生抽渗透力更好 比盐来的更快 来的快 也就是说其实我用盐也行 也行 但是它本身就液体了 直接就进去了 是吧 盐少许 一点点 起来控制它一个底位 是吧 然后最最关键还得下一位样 花椒水 花椒水 花椒用开水 请泡了 你看没有 你还得捏两下 把花椒里头那个麻味就挤出来 一定得用开水 就是烫它 烫它 让它这味道出来 泡到 这水凉了 拿手你看揉揉它 这个花椒味更浓 浓的目的是干什么 去深 去腻 去腥 而且能让花椒的香味更充分一点 对 这个以前您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方法 我觉得好像 这个一般在牛羊肉里头用花椒的东西比较多 花椒水 然后我们下点给它来点淀粉 淀粉 炒嘛 是吧 你要爆炒的爆就不能加淀粉了 是吧 就是待会我们要学的那个葱爆羊肉 对 就坚决不能有淀粉了 不能有淀粉了 但是只要涉及到炒 对 就一定要上这样子 不是 也不是 对 炒呢 中国的技法很多 炒是其中的一种 一种有青炒 手炒 干炒 鞭炒 滑炒 是吧 它炒多了 是吧 那不一样 不同的技法 这是其实就是什么 这是腊炒 腊炒 刚才说了半天 还没剃腊炒这件事 腊炒那是一小分支了 反正腊炒肯定要上浆是吗 对 好吧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这是爆用的 葱爆的羊肉 这爆我们给它选了 刚才薛小师傅说了 这个爆呢 一定要用更嫩一点的肉 对 炒选的是羊后腿肉 更嫩一点的是羊的哪儿的肉呢 羊的它的通脊肉 通脊 就是它后背的那条 对 中国菜 一大特点 选料精细 该是哪儿就是 对 可是您看葱爆羊肉 有时候我们在家偷懒 就是这个 朝朝有点蒜羊肉 剩下那个蒜柚的肉片 拿那个做 那是绝对不行的 做葱爆是不行的 为什么呀 它那肉太薄了 接不住爆 这就已经干了 是吧 你看这个肉 如果说 这很薄了 再切片 成不了片了 成丝了 怎么办 抹刀片了 你看看 这刀法就变了 不能说我切片 我全改成顶刀切 对 刀在人的手里 往哪边切是自己的事 对 要别往手切就行 这个最关键 没学别的 就学单刀片 小不了 这个您怎么又改成这样 这个够厚了 筋得住折腾了 对吧 这才能切成片呢 到头了 到头了 有点薄了 薄了 又改什么 抹刀片 这个我们切好了 这个葱鸡肉 好 弄完了 这个葱呢 葱爆羊肉的葱呢 这个羊肉的葱呢 是切滚刀葱 这个葱的选择 我看您就只用了葱白的 葱白 这是用 金葱 实际上是山东的张秋大葱 就用大葱 不能用那个叫什么小的香葱 绝对不行 这个刀法叫滚刀葱 你看了 咱有讲究 我这葱嘛 切一半跟羊肉拌在一起 这一半留着当配料 这一半当什么 当腌料 你看这就讲究了 是三味用的 对 你看啊 这里头呢 我们要放点糖 是不是 这里头呢 也要放入生抽 也是具用它渗土鸭的作用 有咸味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来点老抽 让它有点颜色 上点色 这个为什么就非得上点色 上点色 颜色漂亮 老抽下去了 这是 这个爆炒或者爆或者炒出来的菜 再来点料酒 去去腥 来点酒 最后再来点香油 增增香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割香油了 你看啊 这又泡弄 为什么我们在炒制的时候 有点油在这 它不容易粘连 很快就炒散了 这个是那个需要更快更快更快 对 因为什么 我在锅里时间要很快很短 我在炒半截 我在炒香油 这会儿功夫老了 容不得我这功夫了 半分钟之内就得出锅 出锅 这就差不多 一分多钟 扒到就散了 就成了 是吧 腌好了 在这背着 好 腊炒拼葱爆羊肉的重点步骤一 两种羊肉的腌制 这里需要注意 腊炒的羊肉要选择肥瘦相贱 比较有嚼头的羊腿肉 葱爆羊肉则需要选择口感鲜嫩的羊里脊 另外腊炒的肉片需要用电粉上浆 而葱爆的肉片则在腌制结束时 需要倒入香油封一下肉的表面 两种羊肉腌制好以后 在入锅处理的时候 又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 锅热了 锅热了 下入油 因为是炒 所以可以多喝一点油 对 其实在我们酒店里可能就可以油滑 在家里咱别油滑了 油滑就是用油更大一点 对油大一点 出来滑完以后再回锅一炒 那个时候的油温应该也是高一点才行 大约在四五成油温就可以了 那不是很高 那不是很高 那如果说油温再高变炸了 就不是滑了 是吧 对 行 这时候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这个腌好的肉放在锅里头了 我们进行炒制 好 这个呢温度不是特高 是吧 只要给它炒熟 对 您下锅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发出什么下锅的声 对 因为我这个呢 我这加了电粉了 让保持它的滑嫩 要的不是干香 要的是滑嫩的感觉 这是上浆的一种 有点类似于滑炒的感觉 这两种羊肉呢 吃到嘴里是两种口感 一种是滑嫩 一种是干香 你看你们不一样了 明白了 这就是炒和爆的区别 爆呢其实山东菜一大特点 有酱爆 葱爆 油爆 原爆 汤爆 水爆 很多种爆发 跟你鲜炭之间 肉一成熟 这鲜炭的时间太短了 我没聊够呢 先把肉 我们先弄成熟了 因为这个为什么要回馅锅 倒馅锅 你要不倒 说家里我不讲 我全下去 也没毛病 但这样做出来比较漂亮 比较漂亮 如果不倒一下锅 就是我可以先做这个步 对 直接就边辣椒 边葱姜 边芹菜 最后把肉下去一扒了 就完了 但是这个就黏黏乎乎了 出来不利落 不漂亮 麦香不好 我们的肉是上过腔的 如果跟这一堆东西 混在一块去弄 是不是 就显着不好了 对 就这意思 所以做事要一清二楚 把肉先 先给肉 肉已经熟了 肉熟了 待会儿就是进去 跟他们融合一下味道的过程了 这油要少一点 因为刚才滑肉 还剩点油边 把这油给控下去 这油很香了 带着羊肉香味 肉就油了在里头 对 这个时候把辣椒放下去了 辣椒和葱姜蒜肯定不能同时放 对 先把辣椒去去水汽 然后颜色稍微有点变什么 变暗了 叫枣红色 变得有点暗了 有点枣红色 一块放下去会怎么样呢 就等于辣椒的香味没法足利了 它还没出来呢 没出来葱姜蒜水汽的 是吧 那里头就没有达到那个温度 没有那温度 就没那香度 这个里头是一环环紧扣的 缺一不可 要不就割了白割了 那个香味没出来 你看现在变色了 水分高兴发了 有点甘香之味了 这此时放入葱姜蒜 你看见没有 有招数 步骤和时机一样不许差 对 让它随着这个香度 葱姜蒜爆香锅底 香豆出来了 我们放入什么 放入芹菜 芹菜 芹菜是不太会出水的一种 对 现在该下什么了 盐 对 太好了 太好了 进步很大 进步很大 明天还得给你做好吃的 我找一份 好 这时候把盐 这时候葱姜辣椒和芹菜 就有香味了 有味道了 这个时候我们将滑熟的肉片放入 准备盘子 好 此刻少翻炒均匀 关火 即可出锅 装盘 我以后要拿一秒表 给曲好师傅算着点 套起这个菜的成菜时间 你看这菜 断精力路 对不对 要刚才要一锅会 完了 口感鲜嫩的腊炒羊肉 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 羊腿肉切片 用孜然粉 料酒 生抽 花椒水 淀粉 腌制上浆 第二 油六成热时 放入羊腿肉炒熟 捞出备用 第三 热锅凉油 放入辣椒段 煸炒到成枣红色之后 下入葱姜蒜 芹菜 用盐调味 将炒熟的羊肉下锅翻炒均匀 即可盛盘 炒好了 炒已经炒完了 辣炒羊肉 咱们来下一个 爆炒 锅烧热了 放入底油 现在要做的是葱爆羊肉 这是一道名菜 算家常菜吗 家常菜 这是山东的菜 最后也北方 北京也常做 也成北京菜 可是我们在家做 经常有时候会出汤的 就是什么 你那锅不够热 东西太多了 锅凉 进去不就是能凹到了吗 就不叫爆了 你看爆烟了 这时候七八成八九成了 下入锅中 爆的时候 比刚才炒的时候 油温要高了 对 你看见没有 这葱碟里的泵 你看这葱碟在里头泵着 是吧 不是您把它翻泵的吗 没有 它自己就开始爆了 说明那个温度高 温度高才有了 你看那个烟气很大 而且葱马上就变成金黄色了 金黄色了 是吧 这个时候再把多余的这一半 放下去 这时候当配料 要的是它葱的那些 咸的香气 我们看到 区号师傅准备了一样 秘制武器 就是醋 最后这个醋 淋入锅边 看到没有 让它烹出醋香味 这时候你看 这醋香味出来了 你闻这味 这是香 而不是酸 我真的想问问 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 有点度呢 去腥解腻 提香 走着 打倒就是这个意思 不到最后不告诉你 起火 走 火爆出炉的葱爆羊肉 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 羊通挤肉切薄片 放葱 白糖 生抽 老抽 料酒 香油 腌制备用 第二 锅烧热后倒入油 当油八成热的时候 下入羊肉片 爆香后 再下入葱块 翻炒至干香 最后在锅边 烹入少量米醋即可 辣炒羊肉 来 葱爆羊肉 所以今天 缺号师傅重点 跟我们展示的 就是炒跟爆 两个技法的不同 我建议大家重点 看后面这个爆 因为把爆看明白了 我觉得炒 相对来说 要容易一些 今天 缺号师傅不仅一切 教了我们两个菜 而且这是今天的菜 他还把明天的早点 也给我们做好了 就是今天的锦囊 是一样非常好喝的早餐粥 对 天天锦囊 今天教大家制作一道 容易消化 一余吸收的 五仁早餐粥 需要准备 大米 花生 枸杞 黑芝麻 核桃 桂圆 做法非常简单 第一 将花生米 核桃仁 和提前泡制好的大米 一同放入搅碎机中 加入三倍量的清水 打碎成姜 这样不但容易消化 利于吸收 而且能大大缩短 烹调的时间 第二 锅上火 倒入热水 放桂圆肉 煮出味道 当水的颜色 微微变黄的时候 将搅碎的米浆 全部倒进锅中 大火煮开 就可以盛入碗中 最后撒上炒熟的 黑芝麻和枸杞 这道补皮生血 养心安神的 五仁早餐粥 既剩时间 又营养美味 怎么样 您学会了吗